小蟲子已跳躍 这里是猫空的有机茶园 他是茶农张福青 他是西点师傅高县胡 原本是两条平行线 在三年前在一场活动中认识 发现彼此有个共同梦想 就是都想为猫空做点什么 我之前用的茶叶就是做出来 就是没有什么香气 比如说你今天烘的是三次的火候 四次跟烘五次的火候 它呈现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火在我的专门把它来花费 它在它的花围一家 其实它就是说 它对铁观音来讲 是属于所谓的相辅相成的一个作用 所以地方移民气也会是一个 拉伸的一个作用 当铁观音茶农遇上西点师傅 一场浪漫的西点革命就此展开 干兵升华城奔腾江流 上头尝着的马卡龙 牛嘎糖 巧克力 起司蛋糕 每个西点都融合着 东方的铁观音茶香 周西合璧的经验 是高线红短新鲜结晶 十四岁就开始做西点的他 原本已经是名店的师傅 却在创新上遇到瓶颈 直到六年前找到方向 当我要从台北回到台南 彰化去工作的时候 我不知道可以送什么东西 代表木炸 代表冒空 那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情感的一个的关系 让我觉得我必须要去 让我们木炸 能够有个东西可以代表 可以出去 在江湖清了协数下 高显红选中当地特产的铁观音 如何擅长的西点 在高娃娃拿出省之检用的 一百万积蓄给儿子开点心店 没想到做出来却发人稳惊 来了一组台湾人 带日本人来到我们店里 然后我们就把茶具 就奉上来之后 然后就说 小姐 小姐 你来帮我们服务一下 然后我们小姐就跟上说 这个我们茶具是 让来访的人可以亲自使用 然后最后就搞用客宿 他说你们应该 这个环境这么好 点心也那么好吃 你们应该帮我们泡茶 其实应该是你一天泡给他看 比如说他不会泡 泡给他看 泡一次 我们日本可能我们都这样 泡一次给他看 是喔 他就如法泡之他就会泡 就会泡了 一开始业绩都非常非常差 吃巧克力会有颗粒 然后没有茶香 那这些问题就是 完全无法克服 碰壁碰了好几个月 终于在高人之点下 高信红买了特殊机器 把茶叶磨成色系的粉末 加入鲜奶油搅拌 再加入黑巧克力 这才有了香气 茶粉后面再来加 经过有加热之后 它的茶叶的香气会比较明显 静置整个晚上 让茶香完全释放 完成铁关英生巧克力 可可融在舌尖 除了香醇 还飘着茶的清液 而包中茶白巧克力 又有不同的茶香 两款巧克力 终于打入客人 高信红再加码 棉发铁关英 起司蛋糕 把乳酪烧得为揉 加入鸡蛋 优格 就是起司蛋糕的雏形 分出小部分 拌入茶粉 让奶香揉合茶香 烤出来的铁关英 起司蛋糕 有着奶茶般的浓气滋味 逐渐抓到了诀窍 茶点越研发越多 连双麒麟都亲自调配 三年来 从正大旁的小店面 到在茶园旁 开了间盖面店 衣衫 帮茶 还有茶点秀 尽情展现毛空 那进来到这个地方 有些地方是介绍 山上的茶楼 我不想只是卖甜点 所以你要做好一个品质 其实它的根源 其实你要设定一个品牌 要有一个品牌的一个文化 品牌的一个精神 如果只是卖甜点 那每个人都可以卖甜点 我们的Slogan是 酝酿出对猫空的情怀 所以就是铁关英啊 采访了这一天 高信红带我们去拜访 一路服务区他的张福晴 却意味找到这一块铁牌 这是我创业的时候 最早最早的第一张DM 他蛮感动的 那个时候就拿了四五个 然后到山上请大哥帮忙 不知道可以做到现在 想起草创艰辛 当场哽咽 热情依旧 但当初那个拼命宣传 想做大生意的心态 却不同了 创业人去出入 不担网络行骚 加盟展店 他多拒绝 慢慢有一次就加入有那个通路 可是对我来讲 没有真正对我真正有得到很大的帮助 那我就开始去了解 为什么 为什么我一定要 一定要去加入通路 难道我没有自己可以生存的空间 其实回归到整个产品面 先把产品做好 然后做到产品会讲话 你要让这品牌能够长久经营 就是不要扩得太大 稳定 品质要控管好 这个品牌才有可能会长久 所以我自己觉得 我希望我的品牌 生存在木炸 在木炸空就好 深耕并且落叶未耕 这是高兴红在创业旅程 体会出的刑法 感谢观看